院记合作不仅提升医疗水准 同时也是嘉惠民众的就医需求 仁慈医院和亚东医院携手进行院记合作交流 从2月中旬开始仁慈将提供眼科 心外骨科等等科别 嘉惠新丰 虎恐民众的就医需求 因应我们的骨科 我们的心脏血管外科跟眼科 我们也大幅的添购非常多的设备 眼科的部分我们特别添购了一个眼底的电脑断层扫描仪 心脏血管外科我们也增加了非常多精密的一个心脏血管的相关的设备 骨科我们也增加了内视镜相关的检查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密的这个骨科的脊椎的手术必要的设备 那这个也是因为因应这样的这个医疗的提升 新增山各科别后民众不用到老远 跑到竹北或是新竹就医 近年仁慈医院也陆续投入高阶医疗器材 同时也聘请李永凡医师到仁慈 为乡亲进行肠胃道肝脏 认识镜等腹腔进手术 让乡亲不用到外县市就医周测老顿 眼科两位医师都会来整天的服务 因为服务包括是门诊以及手术这样子 那心脏外科也是两位医师也是整天的服务 那也是在门诊以及手术 那在车以外的时间他们可以借由 比如说视讯软体来协助这些病人 可能他比如说刚才刘副院长提到 就是洗肾的病人他们的楼管的问题 可能学到洗肾室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互相沟通地方 可以用一些现在的新的通讯软体方式 可以很快的去做解决 骨科医师的话他就是在这边会付出更多的时间 我们骨科廖伯峰医师 不但在这边开大概四到五节门诊 一个礼拜而且他会在这边协助晚上值班 就是晚上一些急诊骨折的案例 他都可以出来协助 而且这个班不是一个月一次 可能一个月可能十次十几次 他会他很热忱 仁慈医院和亚东医院携手合作 家会地方的就医民众 尤其年长者就医时需要看到一到三个科别 如何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及双院之间患者转诊的绿色通道 都是未来合作的方向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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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